在春日香归从村民的带领下走进森林 终于看到二战日军要塞遗迹 这是二战时期 日军司令部的要塞 是屏东县境内罕见的重要历史遗址 春日香公所向众遗址身具历史意义 希望能将这发展成军事观光景点 其实我们早在105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到它是一个 具有军事观光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从105年开始 我们就针对在我们辖内的碉堡 我们固定我们都有一个自然资源保育队 来去做定期的巡检跟清理 所以如果我们的游客 如果要到我们春日香来看 二战碉堡群 其实是可以很安全 很有善的可以到达 春日香自然景观及文化资源丰厚 除了老七家石板湖聚落 进水淫国家古道 以及利利西浮流水郡等三个地方 以陆续建构完成历史建筑 跟文化资产的认证之外 再加上二战日军碉堡群 搭配完整的周边设施与服务 乡公所希望能强化春日香文化观光能量 其实我们在周边环境的改善 跟导导人员的训练 我们也早就在做了 期望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兼具环保还有观光 还有在地就院能够把这个区块 我们能够把它做好 这样春日香就是一个北区 是一个很完整的历史建筑 跟文化资产的一个观光的区块 是一个很完整 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 我们继续努力 春日香长柯自强表示 希望透过完善的规划 保存历史重要遗迹 发展春日香观光 吸引民众走访春日香 带动地方经济产业发展 屏东新闻 是欣婷张志豪采访报导